清明時節是追思祭祖的時刻 新竹市大平亭今年祭拜的人潮 由於清明廉假的關係 還有市府在幾個月前 不斷的宣導民眾提前掃墓的策略奏效 今年上山祭拜的車潮也較往年順暢許多 清明期間市府在大平亭舉辦了春季法會的儀式 新竹市民政處處長張立可 代表市長林志志燕主持法會的儀式 今年清明節的一個服務專案 我們的內容包括了幾項 首先就是我們在八個公墓都有幫大家儲草 另外為了呼籲我們民眾在三月份提早上山祭祀 避免清明節的塞車 那這個宣導的成效也顯現出來 我們也發現到說民眾很多在三月或者四月初 都陸陸續續提前的上山祭祀 所以今年的塞車狀況比往年是減緩了許多 減少了許多 那另外大家也感受得到說 我們殯葬管理所同仁 連續假期非常的辛苦 那值班服務大家 那這部分 今年不管是在秩序上或是環境的清潔上 我們都感受得到 我們的服務和我們民眾的配合度越來越好 越來越高 那另外呢我們這個今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正在規劃設計新的一個納古堂 因為往生的市民的需要越來越多 這部分我們會努力蓋好新的納古堂 提供市民先人更好的一個安葬的場所 今年在議會開會期間 議員就不斷的呼籲市府要謂雨 從謀為仙人塔位不足的問題盡早因應 目前市府正在進行新建納古堂規劃設計階段 預計新建容納四萬多塔位的納古堂 以供仙人存放 這項工程預計在今年底動工 凱坡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